大家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如何找回您的微信密码和账号 即使你已经忘记了密码和账号 我都很容易给你找回来 帮助你能找回来 请你一定要认真观看我的视频 非常容易 一步步的按照我的步骤来操作 你很快就能找回你的微信账号和密码 首先你点开你的微信 然后我们点开这里设置 设置点开之后滑到下面 我们切换账号 找回其他的账号 登录其他账号 点开 然后这里 我们点最下面这里 更多显像 最下面 前往安全中心 点开 然后第一项 找回账号 密码 然后我们点申诉找回微信账号 密码 点这一项 然后这里 我与阅读并同意打勾 然后开始申诉 然后这里 需要验证一下 我们点一下 我们点一下 成功 然后我们这里填上自己的号码 然后这里写上 我们最好是用我们国内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有亲戚或者朋友 那是最好的 有朋友在旁边 你可以用你的朋友的号码 然后找回 然后填上手机号码 然后完成 点下一步 然后发送 立即发送短信 确定 好 然后返回微信 你发送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我们点 我不记得微信账号 然后这里是最关键 我们 你一定要填上你曾经绑定的手机号 如果没绑定手机号 你填上你的QQ号 因为国内的最早的是用QQ注册的微信号 后面有绑定的 那你一定要记上 写上之后 然后你就QQ号 号码写上一定要正确 然后就点下一步 比如你点这里QQ号 那你就写上 写上之后就完成 点下一步发送 然后就等待你的手机 你朋友的手机或你自己的手机 等到官方给你发验证号码 你就按照下面的步骤一步步的找回 非常简单 只要你按照我的每一步的步骤来操作 你就能很快的找回你的微信账号 这个目前是最快捷的找回账号 我曾经找回过一个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操作 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到你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请评论器给我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